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一个与家乡如此不同的地方 真的很令人难以置信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附成功和宇宙的遥远神秘 如果人类不能保护地球的环境 那么火星可能成为文明的新药了 人类向火星的移民是最重要的科学题 未知是唯一的期待 点燃眼前的炙热 扶一首星河的诗 写一封未来的信 明日世界 天外来信 自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以来 就没有停止过对神秘宇宙的遐想和探索 而探索宇宙的奥义远不止如此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和征服欲望 不仅仅是人类对于自然界最高层次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人类社会 对于人类智慧 对于科学技术 对于地球发展的深远影响 这是一场人类认识自己 认识地球的远征 人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 都在试图揭开宇宙的奥秘 寻找可能的下一个家园 探索月球带来的失望 并没有让我们停下脚步 而不远处那颗火红色的行星 因此格外惹人关注 关于明日世界的想象 便由此开始 这里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芒芽市的冷湖镇 也被誉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在这里 明日世界的少年科学家们 历经72小时的 魔力一星生存挑战 因为我们这个条件确实有限 这个我觉得做事上 已经很流行 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理论 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的路径 我在畅想就是 火箭的用途能更加的多元化 而且可以让它更好地了解火星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结合可靠性成本 还有各种因素 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肯定有担心就是 自己发挥不好 导致咱们这个土的平均分低下来 尽量地去构造我们想要 呈现给大家 我们所想要创造的世界 而今天 能源 生炭 机械 三大科学命题 也终于到了靠人心弦的 公布和验证时刻 OK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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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强健的能源科创战盟 汇聚了来自上海 享用一滴冷凝水 为节能环保 共建绿色星球助力的 陈毅景 性格迥异 却合作无间的 丹麦科创搭档 西奥多和安德斯 以及来自美国有着 青年科学家称号的 瑞瑟贾恩 对于他们来说 这次模拟异星生存的 科创挑战 却并不一帆风顺 我们觉得发明过程中 最难部分是 这个材料的紧缺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最终的发明 可能并不完美 好的 我们是 关闭关闭关掉 但我认为 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相信这次会起到作用 材料的短缺 有限的时间 实测过程状况不短 能源科创战队的 火星能源计划 在发布现场 能够顺利通过 最终的检验吗 大家好 我们能源组的 火星能源计划 是一个光热节能器的 镜面自动清洗器 现在让我的队员 来给你展示一下吧 好大 好高级的样子 我的队员现在 他们在准备这个水泵 当然在火星上 它是可以自动启动 并且可以自动吸水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水泵 我们只能买到一个 需要人工就是启动的 他现在是想靠那个泵 给它泵上去 还是有点难度 对对对对 但是把水从第一处往上走 还是有点困难 是 我们同时在这个系统上 增加一个AI人工智能 来检测这个镜面的清洁度 如果这个镜面过于脏的话 那么这个系统它会自动启动 并且把这个镜面清洗干净 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 我积累了很多经验 这些经验有助于我将软件工程中 学到的一些概念和想法 应用到实践中 这次的科创对我来说 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OK 我们现在让这个就是清洗液 让它流动起来 3 2 1 哇 我们这清洗器的工作原理呢 是用化学上专门优化的一个液体 保证它不会在低温下冻住 比如防冻剂 防冻剂应该加的是 零下7度差不多 他们做了一个可以自动清洗的一个系统 对 而且还能啃低温 不过到了火星上 这个能自动清洗的确实很重要 这样人就不用老抽仓去作业了 没错 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导轨上 用一个布禁电机和皮带来驱动 然后我们现在再展示一下 它这个气体是怎么把这个镜面给吹干的 所以看到这个水滴从吸附在这个镜面上 已经在就是开始加速向下流动 它可以把整个镜面上水给吹干 我们的伙伴就是Theodore 他也做了一些计算 计算出了适合的风量和压力 喜耀多能够活学活用理论 对我们真是如虎天意 喜耀多投入了大量时间 使用各种方程式进行运算 使我们能够确定流体沿着镜面上端 到镜面下端的流速 使我们能够最有效的清洁镜面 提高能源生产的效率 哇 这个太丝滑了 我声光电拉满了 声光电骑得拉满了 这个炫酷 能源科创战队 为一星之旅设计的太阳能流体清洁器 集成了人工智能 机械工程 物理 化学等多学科应用 当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检测出太阳能电池板或镜面 受到粉尘污染时 点击控制系统将自行启动 针对一星低温环境设计的防冻清洁流体 通过移动喷嘴释放并包裹吸附在镜面的粉尘 移动导轨 同步鼓风清除残余流体 通过筛网和静电吸附等方法清理回收 循环利用 因为包括光复节能和光热节能 都是在地球上已经试验过的 比较成熟的一些发电的方式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设备是 可以在火星上的正常运行 可以做出一个可靠并且可实施的一个火星能源方案 能源图他们应用到了当今的那个AI技术 甚至对烘干那个镜面的风量还进行精确计算 所以我非常钦佩 他们能在整个对火星的探测中 就是选一个很小的点去做一个具体的研究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启发的 好有压力 由精通机械动手能力极强的哈萨克族少年哈布列提 擅长机器人编程的北京男孩李浩哲 以及来自黄土高原追逐火箭梦的小城少年郭莫涵 组成的机械科创战队 他们设计的异星探测车载火箭7点坦克 两天前的手袖失败令他们倍感压力 好 开始闪了 他一闪就开始失败 我就觉得刚开始可能有一点急于求成吧 现在脑子已经要开始 蹦这样的头疼 感觉自己很没用 只能瞪大眼睛看着做不出一点贡献 我想变得更有厉害 备手一战 绝地反击 在最后的24小时 三位永不延弃的少年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本次这个中的颜值巅峰啊 快看不要缺氧了 干着干着不要缺氧了 加油 加油 哇 对的也特别准 哦 好科幻呀 就喜欢这种感觉 明日世界 我们都是戴德拉战士 在今天的发布现场 7点坦克会最终创造奇迹吗 开机了吧 开了看 开机了 OK 这也开机了 把网队上 没事 等一下 我自己换一下 你先给你 我走 你开了 大家好 这次我们再来做 你好了 慢走 7点坦克 作为队长 由于编程建模的短板 在7点坦克设计过程中 捉襟见肘的哈布列提 没有想到他的队员会推荐他 成为最终的宣讲人 我们决定让哈布列提去承担这一次的宣讲人 想让他去说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些非常新奇的想法 让他有更多能展示自己的机会 就是更好的来呈现我们对于这个7点坦克的畅想 进展 你肯定有担心就是自己发挥不好 然后希望自己不出差错 大家好 这个坦克的名字叫7点坦克 我们要重造火星 它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发射火箭或者是导弹 也可以发挥我们的这个标本和它的一些数据 机械科商战队设计的7点坦克 是由一辆全地形勘探车和模块化探测火箭 两部分组成 装配了六路减速编码电机和高强度的机械结构的 全地形勘探车 搭载了环境感知及基本气象数据探测传感器 操作端网页和实施图像传输系统 让车体控制更精准更稳定 然后这是它的操作手柄 可以让它前后左右移动 然后这个是我们戴在眼睛上的图传 这是可以看的屏幕图传 真干啊 这个还可以用平板来看相对的数据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7度 然后空气湿度是38% 它前方的障碍物大概是在1米45 7点坦克的模块化探测火箭 由动力模块探测模块和回收模块组成 动力模块可装载三枚可重复使用的固体燃料火箭 保证了稳定的动力供应 探测模块设计由多种传感器子模块组成 每次根据发射探测任务需求 选择相应的传感器 回收模块设计了降落伞 能在任务结束后对火箭主体结构有效回收 降低了探测成本 火箭端也能搭载核弹头 释放火星温室气体 提高火星大气温度 实现了炸火星改造火星环境的目的 通常的火星车的功能都是去进行地质勘探地质考察 然后获取物资 但是它还加了一个可以背着火箭 这个还是一个创新 反正它可以找到一个适宜发射的地儿 然后远程要共发射 现在我们展示火箭发射的小视频 能量的 能量的 有问题吗 下面点火 不要包太大希望 10%的成功率 行吧 OK 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项目 没有办法完全保证它的弩棒性 然后如果我不小心把它 然后它就废了 往前开 左转移 来准备点火 点火发射 5 4 3 2 1 哎呀 激动 最起码它起来了 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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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只有不到20个小时的时间嘛 我想要10%能成功 我们甚至想今天甚至点都点不着 第一个是它成功的飞 飞起来了 整体的这个舰 舰体呢除了这个头锥的这个尖 有一点点受损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蛮好的 然后刚才它飞的那么离谱的原因呢 是我们发现它那个三个发动机 有一个没有点着 一点点小问题 能飞上去就一直很不错 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我们喊完到几时那一刻 我就非常激动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带电去试过 打火头能否正常工作 但是我不信任它正常工作了 最高兴的呢可以说一个小细节 去测试那个小车的时候 小车经过一个深坑 我们几个当时都认为陷进去就再出不来了 然后它在那个千针一发的时候 它还是冲出来了 这个让我们三个人都特别开心 在这种真正的恶劣环境下 它发布出来的这种 托困的这种能力 然后我就更心疼 这个火星车大大减少了我们宇航员的出舱时间 也保证了宇航员的安全 未来它可以帮助人类探测火星提供 很大的帮助 谢谢大家 我觉得哈布列举公司很棒 完全出乎了我们意料 它就是表现得很稳当 让我们特别的欣慰 我们这个项目的最核心的部分 并不在于这个项目具体完成了什么 而是我们都相信 都是通过这个旗展坦克 可以对于这个火星的探测 做出一定的贡献 一定的改变 帅帅帅 要的就是一个帅感 第二组 我觉得做的火星车非常的完善 然后也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勘测 提供必要的支持 可能为我们的扩建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还要做一个自然的结束 没事 我应该在五分钟之内 把结束也够了 哇 太帅了 太帅了 被你们两位带飞 因为手工大了 因为语文学吧 我只要做个机箱目就行了 由快中医的17岁上海女孩 戴明玄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的娱乐料 以及身为队长 想要通过基因改造 把动植物带上火星的上海女孩 叶欣语 租成的生态科创战队 他们在72小时的异性生存挑战中 一直表现得不紧不慢 从容淡定 我觉得我们走的话就是稳中求近吧 因为我们这个条件确实有限 这个外面我觉得做事上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觉得大家都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 就是偏把行动的去想 尽量的去还原 尽量的去构造我们想要 呈现给大家 我们所想要创造的世界 生态科创战队 他们的绿色火星计划 是建造一个名为 超级豌豆的智慧农场 在今天最终的发布现场 他们所构建的蓝图 能够完美呈现吗 加油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 我们超级豌豆小队的绿色火星计划 那么首先 作为第一批登上火星的移民工程师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先考虑选址上的问题 所以经过勘测之后 我们选择在一片高原上 大隐石坑中的小隐石坑 贴着牙壁进行了我们的基地建设 然后主要通过流线型的方式 去阻挡火星上的封杀 把基地建在火星陨石坑的牙壁 是生态科创团队 经过前期的学习研究 和细致的实体勘探 得出的结论 我们都是搭好大框架 经过许多的文献搜索 很多次讨论 然后一点点去把这个计划 更加细致落实的 我们其实对于 整个空间的规划 然后包括外部绝构 然后再包括选址 其实我们都有了一个 相对清晰的一个定位 我们的基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这里是我们的生活与种植区 这边是实验区 那可以看到生活种植区上面有盖板 并且它有一个太阳能电板 进行一个能量的供应 它有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 在里面统一控温控湿 然后可以保证植物在里面正常的生长 那我们将这个养殖与生活区相结合 是为了保证两个物质的循环 首先是植物生长所产生的氧气 可以供人类进行呼吸 那么植物蒸腾作用产生的水 也可以供人类饮用 那其次人类呼吸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也是植物呼吸作用的原料 那么人类的排泄物和排遗物 经过处理之后 同样可以变成饮用水和植物的养料 供它们生长 所以人类和生活和种植放在一起 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循环 去节省我们的能源 还得有咱们助长 因为我们是第一批上火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就地取材 所以我们在有限的资金内 购买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物质 对于整个灌溉系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搭建 那我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模块 就是从这边我们可以将营养液倒入到管道中 然后呢它这边上面就是每一个孔洞都有海绵 可以来吸收营养液 然后这个上面有种子 我们也比较善于发现那些隐藏着的材料 比如说那个火星餐里的海绵和那个种子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利用了身边基本上一切能够利用到的这些材料 去完成这样一个建设 然后再看到这个旁边是一个实验区 它上面的这个是穹顶 是可以通过开河来控制宇宙射线的进入 并且可以在内部选择需要的宇宙射线及光谱 那么它的作用主要就是看宇宙射线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 然后呢希望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 使植物能够适应火星上有宇宙射线的这样一个生长环境 那么最后如果说后续上能源组和我们的机械组一起给我们提供一些支持 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勘测之后 我们会对地下的部分进行一个扩建 增加一些功能性的区域 这就是我们未来对于绿色火星计划的一种探索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都长得太好了 太强了 对的 太棒了 还有得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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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未来人类的新家园 火星或许承载着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的使命 在这个红色星球上 能不能见证一个巨大的生态圈 种植植被 能不能利用太阳能和地热能源 为人类提供氧气和食物 能不能利用火星上的资源 为人类未来的一星生活奠定基础 人类生命是否得以在地球之外延续的命题 都需要未来的我们一一去验证 而明日世界 这些少年们的大胆猜想和发明创造 将可能对未来人类移居火星起到不可预知的影响 今天我非常的惊艳 就是看到了很多超出我们想象的作品 就是包括第一组的 我们的这个可以自动清洗的 而且考虑到火星的低温 火星最高温度也就是256度 最低温度零下140摄氏度 而且可以控制风速 然后可以迅速地把这个不结冰的 这个液体放到我们的这个清洁能源上 我觉得特别好 第二组你们坐的那个火星车 确实是把我经验到了 当我得知你们很多材料是3D打印 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你们的动手能力真的是可以给你们点赞的 宋太祖的想法就更深藏了 考虑的非常周全 就是我们任何资源都不再浪费 都要把它重复利用 当然了如果三组各自的优势全部互补 你们联合做一个联合性的项目 我想这个优势会更大 当然了将来想上火星 不仅仅是三个组 可能会更多的组 全部实现我们人类才能登上火星 祝负你们 72小时的一星生存挑战 三大科学命题的全心演绎 火星能源计划 光热节能器的镜面自动清洗器 上面的这个是穹顶 可以通过开河来控制宇宙射线的进入 我们要重造火星 当我们有一天 终于能在这颗红色星球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回望浩瀚宇宙中的那颗暗淡蓝点 你是否知道 那是家园 那是我们 少年爱提升明日世界正在播出 这是明日世界的少年科学家 在冷湖火星基地的最后一晚 这段奇妙的一星之旅 也终于迎来了分别时刻 太有实力了 我直接直接就是烤起来了 公子要做 太有辣椒面 这有自然 有油吗那边 没有油 不用油 这个西北的烤羊肉串是不需要用油的 晚上放松开心烧狗派体 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 今天早上三点睡的 三点跟你肯定没睡的 三点跟你肯定没睡的 三点跟你肯定没睡 四点睡的 你们还没睡吗 我三点我倒着睡 我倒着就睡了 谁说的 三点多的时候 我们应该还在你们那里看你们 看你们拧螺丝 还没有 画出咱们那个昨天录的那个花学会播吗 拧螺语了 当养了 小巴拉兹开尾了 现在是两滴五分 两滴吧 那卢东荣我们的发现就是 这个是零零五分 有点像山东那边口音吗 对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五十一分 好标准 第一道标准暴斥 为什么没有儿话因为 到我了 我们那儿有点像西安话 现在是北京时间 两点五十二分 好 好 到新疆了 再来一堆一堆 完了 最好 最好 特异功能 太有活了 太有活了 考考考 考考 哈姆列体展示一下 我不会 问题就在于 你怎么能不会呢 来自家乡的绝技 来自家乡的绝技 走 里面 收了吗 我要吃哈姆列体圆 我也我想吃 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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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 我相信你哈不得提 好吃了 吃哈不得提在烤 我觉得很好吃 就是调料都撒上去之后就很香 好香哦 但我觉得不够辣 再来点 先给它添加腌点 我也要辣椒饼 你放近一点 什么吧 好 好 好 一句语用吗 我不要辣椒 好 超级香 这啥呀 囊饼 囊饼 好 我想和他们交朋友好吗 好 有 哥们 哎 给他们分享一下 行 好 嘿 各位 他想你试试炒的 哦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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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工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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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你给他们问一下 什么是吗 你喜欢的味道吗 很好 你提醒吗 这个味道挺好 非常开心 加了哈佛大哥的手机 跟他们都拍了一片合影 纪念一下 我好像吃到了有炭味的东西 这也太美了吧 就感觉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 大家都站在一起 然后看的烟花也其实挺浪漫的 太令人感动了 我也第一次玩这个心理棒 我觉得它十分的漂亮 能和伙伴们一起 有这么一个独特的经历 是十分令人难忘的 也是很美好的 有点感觉心里舍不得呀 心里能感受到 它说出来有点难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在做那个研究的同时 我们可以抬起头看看窗外 就仿佛就真的 我们是在火星上 去进行这个研究一样 就是体验感特别棒 在七十二个小时之内 咱们能做到这个火星 然后给它起一个 比较好玩的名字 知道起点什么 黑洞的中心吗 那么我们这场就要起点吧 起点团课 可以的 可以 我一定会记住它的 因为它这个呢 是我做的作品 第一次可以应用到一个 实际的探测环境当中去 因为就跟它的这个名字一样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起点 它也是就像那个 黑洞中的起点一样 它暴露万象 又是对我来说 它能包含很多种情绪 很多种感受 有很多种回忆在里面 我们的目标是炸火星 炸火星 我们一起炸火星 炸火星 炸火星 对于明日世界的少年科学家来说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每一个瞬间都将在他们未来的探索旅程中 被记录 被铭记 至明日世界 我在灯煌写这封信 因为我正在寻找未来能源的解决方案 光热发电站 给我们的能源之旅带来了许多启发 尽管环境恶劣 我们对默契的合作 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作为团队的队长 我与每位队人相处都非常开心 3 2 1 MARS ENERGY 3 2 1 啊 Rishab 你是我们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团队 你的疑问和疑问 都影响了我 亲爱的明日世界 在中国之行的短暂几天 我终身难忘 因为收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兴起有趣充满活力的体验 相信这些经历将助我未来 蜕变为一名科学家 研究员和止于至善的人 来到一个与家乡 如此不同的地方 体验从语言 文化 气候到食物 等各个方面 多样性和差异 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3 2 1 很高兴 能在这个团队中工作 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彼此的个人技能 克服火星上 可耗能源生产的困难 我认为人类 轻易到火星 有很多挑战 然而我相信 这些挑战 是可以克服的 在克服这些挑战过程中 新的技术 机会 和观点 将出现在我未来 自己的身上 过去的几天 是一次难忘可贵的经历 我遇到了新的朋友 也收获了很多 关于未来能源的知识 与其他积极上进 且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做事 让我不知疲倦 人类像火星的移民 是最重要的科学议题 它既增进我们 对宇宙的了解 又造福于 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每一个少年的心中 都有属于自己的 星际梦想 在为期三天的冷湖之旅 为我打开了 星际之旅的探索大门 让我们这个小队 能够共同前行 共同完成了一个 富有创意 充满生机的 基地模型的建设 火星上风沙比较大 再来一个实验区 架子就这样架上 架上 然后一整个往下搭 我感觉我们在吃饭之前 改完是受不了 看月亮 月亮已经出来了 不过今天月亮真的很好看 在火星的历史体验中 我体会到了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让我更加珍惜 每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这种体验让我对未来的 那种探险之力 充满了愉悦和期待 那我们就 一天小路 三天一大路吧 好好好 给你个机会 啃一下这块冰 船上 哇 干干净 这边有多大 这边有多大 这不是最简单 最神成本 你真是个天才 我们组织是天才组哥 太有创造性了 在队友的鼓励 与协作下 我们最终还是克服了 种种困难 成功将我们的未来蓝图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展现给了大家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08分 我们超级豌豆队 老板烧工 在冷湖火星移域的这几天中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和宇宙的遥远神秘 站在这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 我仿佛真的置身于火星之上 在体验营动的72个小时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媒体 与弹队的强大 我要从他这学3D建模 从你这学数字变成 这个小车的模型已经换好了 我直接拜你为师好吧 我也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在头脑风暴中 新奇的点子一次次交织 我们既是梦想者 更是实践者 一同在深夜泡在实验室 陪着程序RUN 看着3D打印机 别再出现故障 期待着我们一同构想的七点坦克 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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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凌晨3点34分 B组机械组收工了 对于未来移民火星的方案 七点坦克 能把炸火星的构想作为七点 让小型探空火箭 在全新的空间环境里 完成更加多元的探测需求 为适应环境的理论探索 提供数据保障 在卖向改造环境的过程中 达到矿物探测 作物种植等目的 保有对未知的好奇心 探索宇宙 肩负人类未来的使命 寻找未来家园 或许有一天 这些明日世界的少年们 真的能踏上移民火星的奇幻旅程 在未知的星球开启崭新的生活 到那时 回望茫茫夜空中的那颗黯淡蓝点 我们曾经美丽而温暖的人类家园 他们还会记得今天的夕迹和梦想吗 关于移民火星 我认为不是文明延续必要的 但如果人类不能保护地球的环境 那么火星可能成为文明的星要来 但我也希望地球可以永远 作为人类的第一家园 如果我在火星上回望地球 我想我会为科技进步感到自豪 但也为地球的污染感到悲哀 我想对未来的自己说 不要丢失探索的激情 我相信与人类文明共同的智慧 只需要坚持探索 不会有任何贬解能限制我 当我们到达火星并开始生活时 勿往地球 因为地球仍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因此我们应该携手应对生态和农业 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等 诸多挑战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我相信人工智能将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关键 因促进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 使我们能够移民其他星球 并不会忘记我们未来的第一个家 我想说要有问题一时 因为这是科学探索的关键 有一天移民火星将不再是梦 但当人们移民了火星 当人们不断创新 探索未知宇宙 地球上的问题也并不会被全部解决 也许有一天地球会被人类抛弃 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养育大家的母亲 走向更好的未来 我们期待着当明日世界的少年们 终于有一天能踏上无音于众 创造出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新家园 让这颗星球变得与地球同样熟悉 与温暖 在这个遥远而又充满可能的星球上 他们将书写出新的传奇 开启新的篇章 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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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温暖